让你再来 今日开始香料二世 诸位准备了这么久 该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和织造不同 香料二世为闻香 你们需在十几种混合的香料中 分辨出五种以上 方可进入下一轮 有一注香的功夫 时辰到位写出五种者 便算出局 这些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香料 又被碾成粉末 若非嗅觉灵敏 确实难以分辨得出 季晓 这个是紫竹叶 不可以吃的 这些书里积攒了许多花草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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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根本之所在 必须熟度劳静 还有一些书里积攒了许多花草药 这些书里积攒了许多花草药 请公主过目 香料二是猜出五种及以上的 仅有两人 一位是香草堂的倪老板 写出六种 且全部正确 另一位是宁香阁的周夫人 写出八种 且全部正确 香料二是 周夫人和倪老板进入三室 袁大人 请宣布规则 这第三室 你们二人需调制一款夏季用的香膏 留香长久为胜 限期五日 为了能做出最好的香膏 特许你们二人 使用我们宫市局库房里最好的香料 诺 这宫市局的香料果然是一等一的好 是吧 霓裳 参见王爷 王爷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猜到你会领出入库房的牌子 于是便在这里等你了 这来库房的机会可不是随时都有的 如今得到特许 当然想来见识一番了 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我打算去查库房里的老账本 要是查到账本 您有把握看出什么名堂吗 我若是能查出当年那批珍珠粉的出入账 便有了线索 怎么说 从小哥哥便教我 这账本上呀 虽只有数目 但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比如说 这个月的绸缎数量大增 说明最近城里面大小宴会频繁 所以需要的绸缎便会增多 相应的 那下个月的绸缎进货量便会减少 不然的话 城货囤积便会占着本钱 又比如说 这个月的珍珠进货量为空缺 那说明东海台风不能出海 所以下个月就会大批地购进 珍珠贝壳等食材便会大量囤货了 因此查出当年的出入账极为关键 可以看出那批珍珠粉是谁的首尾 中途有没有被人动了手脚 不过 他们只准许你动用香料 用什么借口去查账本呢 这个忙 我到时候自有办法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处小心 爸 霓老板 这边请 这边 这边 还在这里 这边是怪物 你老板 您慢慢找 我们在外边等你 谢谢 这边需要 好 这个霓裳 仗着自己在香料比试 独了惨 竟然使唤起咱们来了 这么大半夜的 非要到集房找东西 害得我们要看着灯火 不能歇下 真是倒霉 可不是吗 不就做个香膏吗 到集房干什么呀 还要找什么大年器 就是啊 烦死了 算了 别说了 免得让她听见 人家如今啊 可是个红女儿呀 听见就听见了呗 等比试完啊 她们也就出去了 到时候啊 她们想她们的福 咱继续吃咱的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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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当年的那批珍珠粉 这里头并无记载 若是有新屋线 就更不会记录在侧了 二位姐姐 辛苦了 我找到东西就先走了 你老板不必客气 等您夺了魁 记得请我们吃酒就是 是啊 那就多谢姐姐们的吉言 告辞 您慢走 咱们也赶紧歇着吧 就是啊 站得我脚都酸了 二位姑娘 我是兰昭使臣无医 公主派我来库房找点东西 这是目录 吴义大人要找的东西这么多 今儿大概是睡不成了 索性就别睡了 反正瞌睡虫啊 早被香巧桃那位给打跑了 难道 这么晚了 霓裳姑娘 还在库房找东西不成 那位去的不是库房 是急房 不过人已经走了 吴义大人 您请进吧 好 不管让人也扔了 我想到周边 就会不会买 Ин敞 故随 批评 对 我们下吧 男人 对 乖 乖 可 伤导 当iddahr 第1个月 咱们 vontade 不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了 来 来 吴依 你也过来踢会儿 公主殿下 吴依不会踢剑子 不然您还是跟小侯爷一块儿玩吧 我俩玩这么久都玩腻了 吴依 咱俩下棋啊 你棋意如何 我 我不会下棋 那你除了芝秀就没有别的爱好了 没有了 真没劲 心悦也不会下棋 算了 我还是去公事局和那些老婆婆下吧 刘子萱 你什么意思呀 你乱长那些老婆婆聊天 都不愿意陪本公主 你可别瞧不起公事局那些老婆婆 她们呀 不仅奇异了得 而且肚子里的故事千奇百怪的 听一年都不带重样的 我才不听那些胡扁乱造的故事 她们都在那儿待一辈子了 什么事没见过 还用得着胡扁 这进城之内 从公事局到清柳阁 各种稀奇古怪的事 都在她们肚子里呢 我没事就去找她们闲聊 可有意思了 比外头说出先生强多了 心悦 改天让我带你去 今儿我先走了 好 当真 我瞧得真真切切 这个霓裳 在公事局集房里 翻什么大年纪 她到底想干什么 难不成 她想查什么东西 你 二叔 这个霓裳素赖跟我们有仇 她不会是想找机会 对付苏家吗 毕竟苏家跟公事局 过往甚密 可有什么首尾 落下了把柄 可纵有什么首尾 她也不可能知道啊 她到底是什么人 скуюholders 楠 你先回去帮我盯紧这个女人 让我再作打算 二叔 那我先回去了 楠戈 你许久会回家了 今晚就在家住一晚吧 你虽然跟文宇不睦 但毕竟是夫妻一场 你们分开这么久 难免生疏了 这女人啊 不要这么硬气 该服软的时候就要服软 二叔 对苏文宇服软的时候 已经过去 我对他早已死心 可你毕竟嫁进了苏家 这长此以往 对你自己又有何意啊 我看文宇也并非铁石心肠 以后几十年 我和他 并没有几十年要过 二叔 您不用劝我了 如今 我只想在竞标大会上夺魁 为苏家争光的时候 二叔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就好 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不是苏大少爷 进来可好啊 你又在和我二叔 商量什么阴谋诡计 对付霓裳呢 是啊 你的霓裳姑娘 我怎么会让她好过呢 文秀 放下仇恨吧 不要为了仇恨迷失你自己 你现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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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苏文元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让你后悔 看不起我的人 我都会让他们后悔 那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名声 就算是不为了苏家 为了你自己 你也要活得体面一点 最没有资格说这话的 最没有资格说这话的 就是你 苏文宇 如今想在库房里找线索 一时无望 也接触不到宫市局的账本 当年的事 早已被人遗忘 我该如何是好 爹 娘 姐姐 你们在天有灵 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谁啊 谁啊 救案无踪 救事可寻 救人可问 静永仁知道我在搜寻当年谢家的线索 此人是敌是友 这人可能是在提醒你 救案有机可寻 至少非敌 救事可寻 救人可问 这我应该问什么人 救 救 救人 天天刷这便通 搞得我回家饭都吃不下 没办法 这就是咱们的命 谁说不是 再把这边刷一刷吧 来 婆婆们好 给你倒就好了 好 来 来参加竞标大会的商户 我叫霓裳 我做了好多胭脂香膏 想拿来给各位试试 婆婆 我们城日里刷着便桶 又都是黄土埋了脖子的人了 涂什么香膏 你以为 都跟你们这起子 年轻狐狸一样呢 您这会儿就不对了 有什么不对 就算年纪再大 那也是女人 这女人天生爱美 年轻的有年轻的美 年长的有年长的美 再说了 就算脸上长了皱纹身体不变 那还得把自己收拾得香香的 不管别人 自己闻着也高兴 您说是不是 说得好 说得好啊 你这个老太婆呀 人家姑娘好心送香膏来 你不领情就算了 你还凶乱 都吓着人家姑娘了 多谢这位婆婆 姑娘 不嫌弃的话 这香膏送给我这老太婆 可使得呀 使得 我帮您试试 好好 这香膏呀 抹在耳后 就可以留香一天的 好 还有手腕 好 这膏子可真香啊 真的 连便筒的臭味都闻不到了 真是好东西啊 这送给您二位 谢谢啊 谢谢啊 婆婆 送您 您要是不喜欢 就拿回去送给女儿儿儿媳妇 让她们试试吧 人家姑娘一番好意 还不愧收下 收起来 收就收 我说姓王大 你也别仗着自己是这里头 我资历最老的 整天凶八八地骂人 骂人 真香 我骂你怎么了 骂你怎么了 谁让你不识好歹呀 睁眼看看 整个这公事局 有几个肯拿睁眼 看我们这些老东西呀 难得人姑娘把我们当人 你还打起架子来了你 姑娘莫怪啊 我们玩闹惯了 往后你要有什么好东西呀 你尽管拿来 是的 反正我们这些老东西 闲着也是闲着 帮你鉴赏鉴赏 不费什么事 婆婆 您可是这里自立最老的 那是 我来的时候 他们 还不知在哪儿 我呀 最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 可以听听这上下几百年发生的事 长长见识 要是以后我还有空 可以找您聊聊天吗 好啊 姑娘闲了尽管来 我老太婆整不聊呢 太好了 姑娘 来的时候可别忘了带东西啊 这个老东西呀 最贪便宜了 想听好故事 不送礼可不行啊 欢迎许 好呀 我还新调整了许多苦汁 下回拿来再给各位试试 口汁 好啊 我老太婆 可是好多年都没用过这东西了 这口汁呀 也是我新研究出来的配方 里面还加了珍珠粉 跟普通的相比啊 更加香甜细腻 珍珠粉 罢了罢了 我可不敢用 婆婆 有何不可呀 哎呀 珍珠粉做的东西 我可不敢领教 你呀 还是去送给别人吧 婆婆 这珍珠粉做的东西 为何不能用 还请婆婆明示 不是我老太婆吹牛啊 不是我老太婆吹牛啊 就连添加御刺的珍珠粉 我都领教过 可惜 你那普通的货色 我就更不敢领教了 咱们 不是我 苏老板这块玉绝 成色甚佳呀 听闻袁大人好玉气 小人特意找来献于大人 这苏家的事 还望大人往后多多关照啊 苏老板这回的事情 倒是新奇 这霓裳和苏家有仇 苏老板莫名其妙地 扯出了当年旧事 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 这当年之事啊 一直在我心里是 忐忑不安 少有风吹草动 便如惊弓之鸟 那是备受煎熬 大人莫怪小人 小题大做 实在是这霓裳 无缘无故地翻阅公事局卷宗 真令人担忧啊 当年之事已经斩草除根 你还怕什么呢 话虽如此可是 时过境迁了 本官不想再牵扯进来 此事就此作罢 大人 这霓裳的事情 真不想再查一查 此人凭空出现又牵扯甚多 本官自然会去查 大人 那一早不一迟啊 这霓裳现在在公事局 那是风头无两 再说再拖下去 这万一她在公事局的竞标夺了魁 那苏 苏老板 您有些日子没到我这里来了 咱们的情分 也生疏了很多 好在令职董事 常常想着到我这里来走动走动 今日苏老板拿了一块玉绝 却提了诸多要求 不知是何用意啊 如今啊 我这家中事务繁杂呀 这 我疏忽了袁大人 还望大人见谅 只怕不是疏忽 是有意疏远吧 时候不早了 那本官就不留苏老板叙旧了 阿牧 苏老板 请 小人先告退了 阿牧 在 霓裳 承 诺 这个 扶三儿 扶三儿 谁呀 我 阿强 趁高大人不在家 咱们出去赌鞋喝酒去 我要是出得去 还有你叫吗 高萱那俩口子呀 已经给没房人发话了 只要我逃出去 就要打断我的嘴 我带你走后门 快点 快走啦 天香楼的姑娘正等着你呢 走 这边 来 从这儿走 兄弟 你太仗义了 我怎么谢谢你 太自家 兄弟 兄弟 上交交的 你谁啊 谢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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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哄了 大人 大人 放肆 你当这儿什么地方 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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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哪个副三 我 我外侄啊 就是 我们上次派去 跟欧阳子虞下药的 你胡说什么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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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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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nde 不是把人打发走了吗 怎么会跑呢 那 本来是想打发走的 但是我夫人不让他 我就欣赏着把她藏起来 这 这没想到 今日一早 人没了 你 那我赶紧去找 如果欧阳子虞先找到他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已经派人找了大人 但 但是我怕呀 你说这人要是欧阳子虞抓到了 那就让他永远闭嘴 大人啊 那是我外侄儿啊 我 我 我 文秀有一言 斗胆强给二位大爷 欧阳子虞虞为王爷 但在京城中却毫无根基 且人渊淡薄 袁大人身为宫市局统领 手握实权 分量不逊于他 傅三儿这事可大可小 就算闹到天家那里 天家也未见得会为他主持公道 到时候高大人一口咬定 是傅三儿官做强盗 谋害欧阳子虞也是未才 以您无干 傅三平空一张嘴 还能坐视什么呢 袁大人 高大人府上的人作案 也没有将您牵扯进来的道理啊 您说是不是啊 大人 此事确实是高大人 他也沉不住气了 先回去歇歇 顺口气再说 莫王 谢谢 不愧是苏家的少奶奶 当真是有点见识 不愧是苏家的少奶奶 能为大人分忧 是文秀的荣幸 这儿 这儿 王爷 王爷 那家伙招了 果然是高玄那胖子捣的鬼 为的就是不让您参与公事局的事 怕您影响他们发猜 高玄只是小卒 原道成才是背后主使 王爷 那接下来怎么办 仅凭一个负三的证词 搬不到原道成 先关起来 有必要的时候 再放出来狗咬狗 明白 婆婆 王婆婆 那 是你啊 是你啊 姑娘 来来来 快坐 快坐 坐 婆婆 您别喝太多酒了 我呀给您带了些卤牛肉 是我亲自卤的 您尝尝 没想到还有这手艺 好吃 我不是天女下烦了吧 婆婆 您要是喜欢吃呀 我下次再多做一些 婆婆 我有件事想问您 就是您昨日说 那珍珠粉用不得 这是为何 我 您莫怪 我是做脂粉的 这好奇 就想来问个究竟 当年 公事局进来过一项 我呀 偷了点儿出来 把它分给姐妹们了 他们呢 把它跟那个花粉调在一起 用它敷脸 没想到 没想到 第二天他们的脸 就肿成猪头了 你说 再用得用不得 这公事局买的 想来都是好的 怎么会肿成猪头了呢 是呢 我记得 那 那还是 玉刺的珍珠粉呢 封存了 放在库房里 说是要 送到谢家去的 可是承东 做仇部的谢家 这是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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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我说是 你怎么这么严格 啊 我们偷东西 拿去卖 或者自己用 那是场事 哈哈哈哈 我是想啊 这么好的东西 总得自己享用才是啊 可是没想到 我一进了库房 就坏事了 去那我们都想要给测银 先鞋 保护 苏共鸣 就是他 我就看见他呀 在那个珍珠粉盒边上 一阵地倒步 不是倒步什么 后来等他走了 我呀 就拿我的簪子 把那珍珠粉盒边上 我敲了一个粉 用那黄纸 我卷了一个细细的卷 然后我偷了一点珍珠粉出来 没想到回去一用就坏事了 他们的脸都肿成猪头了 后来这个事啊 被管事的知识知道了 臭骂了我一顿 婆婆 那苏公明去公事局 可是去送什么东西的 周家跟公事局向来有人来往 往里送东西那是常事 那您的意思是 他进去之后也接触了珍珠粉 不知道 不知道 就看他在那儿一阵倒鼓 不知道倒鼓什么 那苏公明进去可会有记录 管事的照知识 负责检查进处的东西 照知识 他呢 应该是有记录的吧 婆婆 婆婆 有记录的资格 集发 他有记录的资格 人家和夫人家 他在那里面面面面面的 人家的意见 就已经被调换过了 可是当年我家收到珍珠粉的时候 上面玉刺的封条是完好无损的 苏公明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 伪造玉刺封条 他一个商人 又怎么可能随意进出 宫市局的库房呢 除非 袁道成 王 不过此事还需要证据 我再去找 一定能找到的